贵州人东北财经大学金桥商学院本科 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一静 杨家将的杨 梁氏亦有的义 我想静静地静 我来自三美 水美 人更美的多采贵州 因为军营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选择去皮从容 因为探索的梦想 我穿越过罗布泊无人区 骑行过318 也跟朋友经常探动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因为职业的理想 想求得一份策划 以策划相关的助理类工作 之前从事了两年半的酒店管理 谢谢大家 今天求职者的穿着都特别有特色 都特别有特色 想像他剃光头的样子 什么样子 你应该像个男生 对 性格比较像男生 你剃光头干什么 因为好奇吧 我是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 好奇就剃光头 就是想好奇光头的那种感觉 那告诉我一下 光头什么感觉 我每次都差那么几毫米 就感觉突然间头特别特别轻 然后一摸上去 感觉能摸到头里面的脑水 我觉得当时剃光头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当时剃光头还挺不错的 然后觉得就是挺有个性的 所以说就放哪张光头的照片 所以说就放哪张光头的照片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那是你吗 那是你吗 那幅子是真的 那幅子是真的 中间那个是谁啊 这都是我 恶搞的是吧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也比较自黑 所以说我会把这些照片 发到朋友 比我还能黑啊 我们认为你勇敢 当我们看到她的个人资料 突然间眼前一亮 一个女生能够剃光头 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她那个光头真蛮好看的 好可爱 对 但中间那张太惊恐了 对 你眼睛有那么小吗 没有 它那个是个软件 然后那个软件 会把人的脸弄一个变形 那你右边那张照片 也像个假人啊 那个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拍的 然后觉得也挺另类吧 你是真当了兵是吧 真的 大学毕业去的 来下一页看一下 这什么 这个是我就是 一个人生阅历吧 然后跟朋友七星过那个318 然后跟朋友探动 还有就是穿越过 罗布泊的无人区 因为罗布泊以前 其实是中国第二大的一个湖泊 结果干枯了 然后就感觉 心里面挺荒凉的 这个是我在酒店上班的时候 策划做的 一个是我们酒店的手绘地图 客人来的时候 前台的话 经常都在介绍 所以说我就想着 画了一个手绘地图 剪进前台的工作量 也那个给客人 一个更好的一个享受 第二个的话 是一个表扬性 表扬性表扬你什么 庆和力吧 庆和力 对 有男朋友吗 有 会发嗲吗 现在会 以前不会 这个男生敢喜欢你 这种女汉子 也是有一点勇气的 我也觉得 对啊 是的 是你追他 他追你 就是看对眼了 两人一拍手就成了呗 这么干脆 是啊 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正好是光头 然后可能就是光头那一下 把他眼睛给散瞎了 然后就拐跑了 你光头那么些年 你说有什么用 你散瞎谁了 没散瞎谁 对 我散瞎谁了 看下来你现在很幸福 对 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今天来应聘的是策划 对 你干过吗 之前大学的时候 也学过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觉得自己的性格 还有爱好想法 我觉得挺适合这方面的 个人特别喜欢 来 徐老师 这个意见啊 就是我们是同行了 我先想 大家想知道 因为你既然在那家店 也做了两年多 对吧 也是做店长助理 我想大家看一下你的业绩 就是入住率吧 入住率是吗 对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 入住率是在90%以上 对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算一下 2012年 第二年也是90% 第三年因为市场上 开了很多就是 跟我们类似的一些酒店 所以说入住率有所下滑 80%吧 所以你们的那个叫单房 监业收入的话 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的平均房价 是在220左右 然后 就是单房监业收入 这个指标你都不知道吗 这个不太专业不好意思 所以本来一般 我们考核一家酒店 或者考核一家店长的话 这个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 能遇上的话 可能就是 因为正在八景的 可能就是经验的话 会非常少 因为确实可能我们地方太小了 虽然工作了两年半 可能学到的东西 真的是很少 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小故事 可以 很短 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呢 就是也素素苦吧 我当时在塔斯尼亚的时候呢 他和我同宿的一个同事 在国内回来 他跟我说 哎呀 这次我真的不想回来了 我真想离马离职算了 我说为啥 我这次回去 我小孩 我拿妈妈搭着地给我开门 说爸爸回来 话叫爸爸 结果小孩说 这不是我爸爸 他说那你爸爸在哪里啊 拿妈妈问他 然后他跑到房间里面 把他爸爸的照片报出来 说我爸爸在这里 当时我那个同事眼睛 眼泪一花就流下来了 他觉得真的是 他亏的小孩了 其实呢 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的 刚刚满月 然后我就出去 回来的时候 已经一岁了四个月了 在那外部抱着 他叫我爸爸要我抱的时候 他像见了陌生一样的 转过头来 就扑到了外部的怀里 所以当时我的心情 其实是个一样 我特别理解他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 其实经常出差是蛮多的 两三周回去一次 这个在最近这几年比较普遍 儿子也大了 但是他的拒绝的方式 其实是另外一种 他其实不理你 我跟我儿子 基本上是属于兄弟相称 就是他的小名叫David 我一般叫David哥 我回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 大概这样的气氛 我要维持一天到一天半 直到可能 有可能我们俩同床共枕的时候 我才能缓和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这种疏离感 其实如果随着这个时间的推势 它更大的话 我离它更远 其实会更陌生 确实是有这样的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 一本难念的经 关键是我们自己 怎么去协调和梳理它 这个最重要 所以这次坚定 就最好的工作地点 要在珠三角 对 珠三角 来 BBT 你解读一下 这个我就是 按照我这几年 在这两家公司的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 如何实现我们这种公司 从虚目发展期 到以后装大 到做的行业顶级 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要做好的 管理的事情 流程于规则的话 我重点推一下 这个IPD和LTC 言语英语通俗地说 就是从线索 到现金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的 也有我们从销售啊 然后我们的排场呀 到交付啊 然后到回款呀 至于每一个步骤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我要担心的一点是 你的管理的理念 其实还是有一点老旧 在PPT上展示的 它看似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 一个公司的管理的体系 但它并不是一个 现代的一个管理的理念 这对我不认同 这对我不认同 我觉得恰恰是 这个是一个企业 苦念内功的根本所在 您说的非常对 但是的话 如果说一个初创的企业 你是说它是应该 是花更多的精力 去放在管理上 还是更多的精力 去花在业务上呢 我觉得一个小公司 从创业开始的话 确实我们要依靠一些 人发上面的流人 然后还有市场方面的流人 来给我们先打下一片江上 先赚到一桶金再说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长榻 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一定是要苦念内功 按照我们这种 慢慢地把管理加强 把我们的产品 研发的跟 跟铁鞋客户 跟能满足客户 就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这样的理解是没错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 我的问题是在于说 第一个是说 你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或者什么阶段 你的管理进去 你现在选择的是 一个初创的公司 而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公司 但反而你是把成熟的理念 直接套入到一个企业里面 其实这种的话 在管理当中的话 是我们最大的忌讳 不适合初创的公司 这一点我是表示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择了说 你想进入一些新行业 咱们可不可以选人工智能 作为一个你要进去的行业 你练过这些内功 你认为哪一方面的东西 是针对这个行业 咱们说不要泛泛地管理 人工智能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没有一家领军的一个厂商出现 这个时候怎么跑到最前面来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研发 遵从一定的流程 依靠一些我们的顶级的专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销售 做好我们的线索管理 我们的机会的管理 甚至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的项目执行中间 按照一定的流程和规划 也讲解我们的执行风险 你现在对AI这个人工智能行业 有多了解 说实话我了解的不深 了解的不深 也就是说 其实你对于你即将跨入的行业 并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工作 的确你曾经在两家大公司 工作的这些宝贵经验 成为你现在再次选择职业的 一个很大自信 但这种自信本身是否适用 还有待上去 来第二轮选择去 在接下来我们有请 蒋明辉和余文辉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说一下岗位 服务三间职位是运营副总监 给的这个薪资是三万家 三万家提成加期权 工作的地点在南京 我觉得你还是挺适合 做这个项目管理项目总监这个职位 公司在深圳这个地方 这个薪酬还满意吧 薪酬还可以 你们对项目经理这一块的 就是说提成的话是怎么考核的 在这一块就是我可能要跟我们 那个公司的这个 CEO确定这个问题 你这清楚吗 项目利润的30% 作为团队的利润分成 那么大项目呢 是60%作为团队的项目提成 对对这10%是团队的 作为项目经理个人呢 管理成的呢 是因为我们下面好多个项目经理 那么管理成的是拿提成的5% 那么关于项目经理呢是拿40% 单独带项目经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哎呀 你看这个熟悉公司的这个东西多重要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 什么问题 你本来就比别人低了一万 这个要看你长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 他就仗着他在深圳 他在南京你知道了 而且我们是中国最顶级在这个领域 最最顶级的公司 全球排第三的这个技术 你是顶级吗 可以说目前在产业互联网 互联网加物流领域 我们是全国最大的 我们参加了国家标准的资议 我们已经服了800多网点 现在服务弊端的资议已经达到2万家 好 我们现在目前平台的交易规模已经达到30多个亿 比啊 还有吗 还有吗 有吗 我要比的是一个千亿美金的公司 我觉得物流是有万一 物流国营年物流万一在这个地方 好好好 让他选吧 10秒钟啊 智通三千 国英智能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国英智能 谢谢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